大家好 今天是1月26日 星期二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富豪包机插队 骗打疫苗 疫苗在加拿大的接种工作刚刚进行 由于前期疫苗数量有限 只有一线的工作人员和高风险人群才有资格接种 但也有一些人为了能够抢先接种疫苗 想出了一些歪招 据CBC报道 近日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名富豪 与妻子包机抵达偏远地区插队接种疫苗 这名富豪名为罗德尼 今年55岁 是加拿大赌业集团的总裁兼CEO 警方指控 罗德尼在1月19日时 与32岁的演员妻子从温哥华抵达玉空白马市 并偷偷违反强制性隔离14天的规定 暴击前往一个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只有100人居住的偏远小镇 由于该小镇位于北部的偏远地区 医疗条件匮乏 加拿大政府认为 该地区居民感染后面临的风险更大 因此被安排优先接种疫苗 罗德尼与妻子在小镇中谎称自己是当地人 并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在打完疫苗之后 夫妻俩心急若狂 打算立即坐飞机飞回温哥华 于是他们沿路拦下了一辆车 询问司机能不能把他们送到当地机场 这一举动引起了居民的怀疑 有关部门在接到举报电话后 工作人员查验出 这对夫妻根本不是当地居民 当地警方随即赶到现场 终于在最后一刻 抓到了正打算登机走人的这对夫妻 警方指控他们违反了紧急措施法令 未能进行自我隔离 且行为与声明不符 警方开出了两张575加币的罚单 不过这对夫妻付出的代价 远远不止这两张罚单 1月25日 加拿大赌业公司表示 罗德尼已经卸任了该公司总裁兼CEO职务 并不再担任董事会成员 而罗德尼的妻子近期筹备的电影 可能也无法如期上映 房价高出美国46% 这是否是加拿大人的集体投资选择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 蒙特利尔银行的一份新报告 强调了加拿大经济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程度 报告称加拿大地产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继续蓬勃发展 如今已占加拿大的总GDP9% 经济学家道格·波特指出 这远高于6%的历史平均水平 而且加拿大的房地产份额是美国住房的两倍 那么加拿大是否过度的建造房屋了呢 波特发现房地产占GDP如此高比重的原因是 人们在这里的住房支出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加拿大的房屋投入成本比美国高出46% 波特列举了造成这一巨大差距的许多可能原因 其中包括加拿大人口增长加快 抵押贷款利率降低 以及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最大和最昂贵的城市 同时波特提到 最根本的答案可能是加拿大人集体做出了选择 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了住房资源 数据显示加拿大房屋的平均转售价格在2020年期间上涨了17% 达到了创纪录的60万7280加元 而现在即使加拿大步入冬季淡季 甚至在某些省份已经实行了宵禁政策 但消费信心指数仍然上升到了最高水平 那么如果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冲击都无法阻止房地产市场 究竟有什么因素能阻止房市发展呢 对于这个问题 波特指出 目前的消费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信号 那就是债务 在房价飞涨的情况下 加拿大人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中负债最多的人之一 波特预测 当新冠疫情逐渐消退时 对经济担忧的重点将转移到负债这一潜在问题上 加洋行行长表示 加拿大房市没有泡沫 据金融邮报报道 此前有机构预测 当加拿大经济从大流行中逐渐恢复时 可能导致失业率高达25% 进而导致房价下跌近50% 对此 加拿大央行行长迈克莱姆立即作出回应 称他不担心加拿大的房市火爆 并明确表示 加拿大房市价格上涨的原因是由于低利率 以及加拿大人对更大空间的需求 迈克莱姆强调说 目前房价上涨的现象并不是炒房或投机造成的 因此他并不担心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会失控 他表示这让他想起了2017年 当时多伦多等大城市的房价有些失控 引发了业内外对炒房的担忧 并不断发出警告 迫使联邦和省级政府采取措施 强迫房地产市场降温 但迈克莱姆也坦言说 去年尤其是疫情开始以来 市场的繁荣并不像2017年 主要集中在房价较高的大都市区 而是全国市场的普遍兴旺 因此迈克莱姆认为 目前市场活跃及房价升高的原因 更多是受到了基本需求的驱动 而不是炒房所引起的结果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